剛剛要做好幾個動作才能完成 現在我希望百家信二裡面是空的 我希望按下按鈕 自動就幫我把這個資料全部都做好 並且自動切到百家信二放過來 這個按鈕的作用就是按下去 有沒有 過來了 而且自動切到百家信二 幫你把游標放在A1儲存格這個地方 做法上面不外乎幾個 其實你可以很直覺的 第一個怎麼樣 for i 等於 1 到 19 for j 等於 1 到 4 然後做什麼呢 因為範圍界定了 再把裡面的所有的儲存格串在一起 這好像早上有講過 所以以後你要串資料的話 很簡單嘛 自串 互相串在一起 第一個動作串完了 第二個要做什麼 串在一起之後 把空白拿掉 空白拿掉的話 方法有幾種 一個是用VBA裡面的取代函數 VBA裡面沒有substitute VBA裡面有replace replace跟substitute用起來差不多 所以要不然就是說 你用VBA裡面replace 要不然 你用 Excel裡面的substitute函數 可不可以啊 早上講 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點substitute 可不可以啊 但是你會發現 用Excel裡面的函數 你光要打就要打一串 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我比較不喜歡 我比較喜歡用VBA的 就是內建的 哪一種方法好啊 看各位習慣 通常是 如果Excel裡面有的內建函數 你可以用 你就拿來用啦 不然他想半天 還要寫一個什麼功能 太麻煩了 好 然後呢 取代完之後怎麼樣 再切到 切過來 所以切過來這個動作呢 就是sheets 刮弧 百家姓2 點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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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另外一個動作叫點activate 其實兩個好像發現 其實最後結果是一樣的 一般習慣是用點slate 選取它對不對 然後再把S 放在這個的rangeA2 這個時候其實前面不用加那個工作表名稱 因為你有slate的話 已經確定是切過來 所以rangeA1前面 就不用再加工作表名稱了 除非說你不確定是不是切到某一個工作表才要加 OK 程式就寫完 所以有四個動作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基本上 這個前面都寫過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按鈕到底是怎麼 裡面的程式嗎 那在雲端上我都有加速解 所以來看一下 第一步 OK 其實都很直覺的 我建議就是你把它扶在上面 然後慢慢的去 也不用說你看 程式就這麼幾行而已 而且不用死背 我建議就是很直覺的 像我寫東西就是這樣 我也不喜歡花太多時間 想一些什麼很高高超的那種寫法 所以我就怎樣 反正就有點像背一些公式 for i 等於1到19 有沒有 for i 等於19 for j 1到4 有沒有 然後串接 這裡面的儲存格 所以以後這些 你也許一下記不起來沒關係 你就把它稍微留下來 以後的話 有某部分需要的 你就把它 copy 貼過去改一改 改了出來 其實應該是算很厲害了 OK 所以我發現很多同學 之後他們應用 他們都在修改 好像還沒有辦法達到 想要寫什麼 就寫什麼的 這種境界 再來replace 這個地方有沒有 s 等於什麼 就是它取代的 所以有三個 取代的字串給它 對不對 然後呢 取代什麼 記得喔 這邊有空白 取代為沒有 再丟回去給s自己本身 你就不需要說 還在宣告另外的變數 反正自己再丟回去給自己就好了 他就會把什麼 取代完的東西 再丟回去給自己 把它蓋過去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 再切到百家信課 並且把s 丟給a1 就寫完了 但是有同學會想說 老師那我 我一不知道replace 我只知道subtitude 那我可不可以用subtitude 當然可以啊 只是寫法上面 會比較冗長一些些 怎麼寫呢 很簡單嘛 s 等於 不過你可能要拼那個 application 這個 application 對不對 這不要打錯 點 worksheet function work 如果你不會拼的話 你就打一個 w 有沒有 worksheet function 其實很長一串 按空白鍵就好了 再來點 subtitude sub 有沒有 有對不對 空白鍵 所以這麼一長串 其實不用背 你只要記頭就好了 刮弧 然後需要幾個參數呢 也是一樣 三個給它就好 s 是 豆點 第二個是 空白 豆點 取代成沒有 刮弧 好寫好了 這個跟上面是一樣的 但是上面的似乎 比較簡短 有沒有 直接就ok了 不過哪一種好呢 反正 黑貓白貓 反正 只要能夠解決問題的 都是好方法 ok 這個切過來 再來 解決了 有沒有 所以最後看到的結果 這個先刪掉一下 切過去 自動就帶過來了 所以剛剛寫的東西是這樣 那後來有同學說 老師那很麻煩 這地方 其實要偵測 ctrl向下 怎麼會停在這裡 因為 這個資料是不連貫 因為網路上抓下來 網路上抓下來很多都不連貫 怎麼辦呢 其實理論上一個試算表 一定是連貫的範圍 所以怎麼辦呢 你需要把什麼 空白列刪掉 那問題是你要怎麼把空白列刪掉 當然如果說你質量多的話 你也會頭痛 但你質量少的話 按Ctrl鍵 對不對 然後怎樣 然後按右鍵 再把它刪除 對不對 那可是這不是好方法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一鍵完成的 對不對 按下去 自動全部幫你把它刪掉 當然這個範例裡面 不只是空白列可以刪 像早上那個黑名單裡面有沒有 康義府裡面 如果為0 可不可以刪 可以 只要給他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那個條件成立為True的話 再刪掉 你指定的那一列就可以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你要刪除列的話 記得喔 比如說前面是forI等於1到19 那我建議各位 你不要從上面往下刪 為什麼呢 因為你刪掉第二列的時候 第三列會跑到第二列去 然後呢 第四列會跑到第三列去 結果你又刪掉一列 它又往上了 所以基本上 列的數目會怎麼樣 會錯亂 那你要錯亂 我之前遇到這種問題 會再增加一個變數 比如說加1啊 減1啊 應該要減1啦 減來減去 最後頭痛 所以最好的方法 從後面刪回去 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刪除的話 建議喔 你可以喔 回圈我們是forI等於1到19 你看它顛倒 forI等於19到1 顛倒過來 然後等它刪掉18的時候呢 它會變17 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因為它已經到17了嘛 18刪掉了 根本沒影響 所以 再往上16 它到15的時候 16刪掉也沒有影響 都不會影響 所以喔 做完之後的話 非常簡單 那如何快速的幫你刪掉 你不要的那個列 這個地方的話 等一下再來看 或者是說你要刪掉 不要的那一個列 某個條件為真的時候 就可以刪掉 再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 先試一下那個一件文字 等一下這個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 可以在那個雲端上找到 等於是第四段的程式嘛 那裡面的話我們有兩種寫法 一個是利用那個VBA裡面的replace 一個是利用那個內建的那個函數 叫做substitute 兩種方法都ok 看各位習慣 甚至還有第三種就是說 你也可以怎麼樣 那把公式放到什麼呢 放到那個儲存格裡面去跑啦 不過好像也沒比較好 我覺得最簡單還是用replace VBA裡面的那個replace的函數 來跑會是最簡單的 那VBA裡面的函數 其實在舊版裡面的說明很清楚 反正就是有哪些函數 如果說你想要對於VBA裡面有哪些函數 完全了解掌握的話 那不然就是坊間有那種VBA的那種 函數方面的參考書籍 其實也可以拿來看看 ok好 那這個部分 那等一下再來看 如何快速的刪除 某些列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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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